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 016 下次第一 大学 运动 激烈运动过之后 整个人精神会更 你不是第一名吧 那个是特等奖 意外的 我觉得 对 然后她就觉得特别的 我妈觉得特别的意外 就算你纯烈 以后也会成绩 我觉得接下来钢琴就像计算机一样 我觉得在每家每户的 这个大部分的家庭里面都不出现 走资的专业真的挺不容易的 但是为了小孩 没办法 忍一忍吧 然后基本上就是练琴吃饭睡觉 那么三件事 斗琴大赛正式开始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明天告诉我 我再也不学当前 我就说好的 你外公不在 我去揍你的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 唯母折钢 所以孩子一定要有梦想 不要畏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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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